我成为大人的一面 我也不知道我成为大人是什么样 成熟的男人 思想独立 有担当 不招人讨厌 尽量跟人保持亲和 保持一个好的聚力吧 小学的时候 我妈天天拉着我去上各种兴趣班 笛子的班 手锋琴的班 摸书 然后变脸我妈的也带我去过 然后硬笔软笔书法 拉丁舞 街舞 他们想让我与众不同 就是想让我跟别人的孩子不一样 跟同龄人不同的生活 有很多面 有好的 然后也有不想要的 从初中开始 出道以后 基本就是不太规律 就一直会想起 以前小学的时候 很规律 因为那种会形成一种 很固定的记忆 然后就你很多年以后 都能想起来 反而是越乱的生活 你就是越体会不到什么 我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懒的人 就压根谈不上什么自律 我觉得会给大家造成这种错觉 可能是自尊心很强 有这么多人看着 然后想要做出不一样的成绩 有这方面的压力跟动力 有流量这个标签 不用撕掉 因为那也不是我能控制 就他们对你的电影 但是有实力 这个我是能把控的 我可以做到 有或者没有 我当然想做的 我觉得自己 未来有多少读客 我希望是我们才有 我希望是我们才有 我希望是我们才有